他说他是第二次买房子咯 那第二次买房子呢 因为第一次已经有点惊艳嘛 第二次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听别人讲买房子的事情呢 除了房子你多看几家 你可以好好比较之外 贷款的时候 也可以多找几个经纪人 贷款经纪人帮你做比较哦 所以他找了好几个贷款经纪人 同时在给他做报价 他也叫几个经纪人帮他把 Rate就是我们的这个利率 把他锁定哦 那他现在有点担心啦 他一下子找这么多家 来帮他做这个动作 那每一个都联络啦 然后也找了两三家来帮他锁定 那请问他这样子做是对的吗 因为他现在如果各家都在帮他忙 然后各家各锁各的利率 他可以到最后在escore 在close的时候 再来选择哪一家来做贷款吗 会不会多人帮他做 反而导致于他的这个最后 要把整个deal 要把整个escoreclose的时候 反而更麻烦呢 那比如说他一次找了五家 那是不是最后只有一家会被选到 那其他如果没被他选上的 不就做白宫了吗 这个是合理的吗 这样子多做比较的话 是对的吗 是对他最有保障的吗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口号小天使为大家找到的是 我们资深贷款专家 曼妮卡毛 哈喽 曼妮卡你好 你好 小米好 大家好 这个听众有聪明吗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这个专家角度 跟我们解说一下 聪明又不聪明 对对对 OK 首先呢 他货币三家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那他如果说 在正式的要做贷款的之前 他如果货币三家找几家 哈 那个lender比较费用 比较他们报的利率 然后呢 再看看到底是跟哪一家 就是继续开始他的弄 对 可是呢 他如果在esco开了之后 因为合约上肯定有说 esco是多少天只能要closing的 好 那如果他还是像 你刚才讲的同时 用几家lender 同时在给他process这个lone 在进行这个lone 然后呢 同时好像又要求 不同家的lender 去帮他把利率给锁上 是吧 然后 可是问题是他 首先他到最后closing的时候 是只能跟一家lender 去closing的 是 好 不能同时几家的 对 那刚才你说的什么白做工 那就是最后没有帮他去closing的 肯定是白做工 也就是说 他在就是自己的选择之下呢 让别家就是等于是白做工啊 或者是浪费了很多的人力时间资源 好 这个先放在一边不去说了 因为这个是这一位啊 客人朋友消费者的一个一个一个态度 一个一个做事方式吧 是 可是呢 从他本身的角度 他应该要重点要考虑的是 你的closing的时间点放在那一边 好 那你选很多家同时做几个lender 你不知道哪一家最后的费用 包括就是隐藏的没有隐藏的费用到底是多少 然后呢 每一家都锁了利率 那你那个ray lock agreement 是不是每一家都给你已经提供 你都拿到手了 对 关键是你同时几家开工的话 你的esco怎么办 对 因为esco要面对同时好几家lender lender的request文件的网纜 esco会一个头几个大 而且有的esco 他不会同时帮你去跟几家lender去联系 去提供文件去配合的 对 所以变成说哪一家的lender 也没有很好的跟esco拿到文件沟通 可是你觉得最后他的费用 他的利率是好的 你觉得要跟他去做 那可是说这些角度来讲 都会delay你的最后的closing OK 那你同时跟几家做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几家正式帮你做弄的 一定会铺你的信用 对吗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点 同一个月份里面 你被几家的lender同时run了 你的credit分数在closing的时候 一定是会往下掉的 OK 好的 所以这些意思都是要考虑 利弊得失自己要算清楚 那到底是你要找两家也是找三家 反正在esco close之前 其实应该要赶快就已经比出一个高下 你赶快选择最后一个你要用的 其实像我自己啦 在过去几年我买的任何房地产 我都只找一家 但是呢我也是个那个猪头 你知道我只找一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外面的行情如何 我拿利息是不是最好 然后最后这一家如果放我鸽子 没有弄好的话 我最后delay也是栽在这一家 所以这中间的利弊得失 大家真的就是 你要天时地利人和 你要能够这个掌握好 那刚才我们Monica的建议是的确好 你在这个closing escrow之前 你就已经要想清楚算好了 不要等到最后 然后你30天可能close不起来 那谢谢我们Monica毛的这个分析 也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 你自己可以衡量一下